这个女人名叫凯特 是一名敬老院的护工 这天她照顾了很久的一位老人 寿终正寝 工作人员熟练地收拾好老人的遗物 让凯特拿到前台 说不定死者家属会来认领 但仅仅过了几分钟 同时就让她把衣服扔掉 家属已经不想跟老人有任何联系了 当凯特打开垃圾桶的时候 发现里面全是一些无人认领的物品 只让她不禁有些感慨 只要有人去世 院方就迫不及待地把他们弄出去 这里根本就没有爱 而是一桩桩的生意 于是凯特便向院方提出了辞职 回家的路上 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照顾老人的招聘信息 全职包食素 周薪一千美元 晚上就跟闺蜜聊起了这件事 工作地点位于一片湿地中 闺蜜认为那里太偏僻了 但凯特表示自己开车过去 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她今年已经25岁了 有挑战未必是一件坏事 第二天 凯特按照地址来到了这栋老房子 诺大的房子中只住着一对老夫妻 还没等凯特向他们打招呼 身后就出现了一名男子 他叫马修 是一名房地产律师 就是他替两位老人发布的招聘信息 紧接着马修向房子的女主人 维奥莱特介绍了凯特 凯特曾在敬老院工作 在照顾老人方面非常有经验 但维奥莱特却对他并不满意 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 家里的男主人名叫本 一个月前在阁楼中中风瘫痪了 现在的他无法行动 也不能说话 凯特的工作就是照顾他的衣食起居 两人正聊着 维奥莱特再次返了回来 老两口都是南方人 他们想找一个本地的 但听凯特的口音 他应该不是当地人 这种跟他们存在文化差异的人 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房子 马修安为他 这已经是第五个面试者 现在他们别无选择 下午凯特从家里带来了行李 之后的一段时间 他都会住在这栋老房子里 因为父亲去世的早 凯特无论去哪里 都会带着自己跟父亲的合影 这是他唯一怀念父亲的方式 收拾完行李 凯特便四处悬逛起来 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家里本应该放镜子的位置 全部空空如也 随后 吴耀莱特向他介绍起了这栋房子 1962年 他们从一对兄妹手里买下了这里 说着还指了指兄妹俩的照片 凯特好奇地上下打量了起来 他发现 照片后边还有另外一张照片 兄妹俩的身后站着一对黑人夫妻 照片背面写着 贾斯菲爸爸和塞西尔妈妈 凯特没有多想 听到吴耀莱特的喊声之后 便把照片放回了原位 这栋房子一共有30多个房间 为了方便管理 原房主做了两把万能钥匙 他能打开房子里的任意一扇房门 吴耀莱特自己留了一把 剩下的一个则交给了凯特 凯特询问他 为什么家里一面镜子都没有 吴耀莱特表示 到了他们这个年纪 根本不需要照镜子 不过凯特还年轻 他可以自己背一面小镜子 第二天凯特推着本出来晒太阳 吴耀莱特则摆弄着自己的花草 不过他发现自己的盐灵草种子 没有拿出来 于是便想让凯特去阁楼 帮他拿一下 凯特没多想 拿上钥匙就上楼了 就当他在盒子里翻找种子的时候 阁楼深处的柜子 突然发出一阵声响 凯特好奇地走了过去 发现柜子后面还有一扇门 响声就是门板撞击柜子 发出来的 凯特掏出钥匙 想要打开这扇门 但是门锁却怎么都打不开 就在这个时候 阁楼的门突然关闭 吓得凯特急忙离开了 下落之后 他询问维耀莱特 自己手上的不是万能钥匙吗 为什么阁楼里边的那扇门打不开 维耀莱特表示 自从他们搬到这里以后 那扇门就从没打开过 凯特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本就是在阁楼里中风的 会不会他在里边看到了什么 晚上凯特被一阵花盆摔碎的声音惊醒 他来到本的房间 发现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本的卧室是被反锁的 他不可能从房门出去 于是凯特便从窗户向外望去 但让他惊讶的是 本居然在顺着屋檐向外爬 在听到凯特的喊声之后 他一个不小心就从屋檐上摔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的凯特叫醒了维耀莱特 不过两人根本就抬不动本 于是维耀莱特便让凯特回房推轮椅 但是当凯特匆忙回到房间的时候 却发现本的床单上写着一行字 救救我 凯特觉得是有蹊跷 便把床单偷偷藏在了自己的柜子里 第二天 马修过来帮本更新遗嘱 凯特把他叫到房间 表示有一样东西要拿给他看 但当他拿出床单之后 却发现上面的字迹全部消失了 凯特向他解释 自己能通过眼神和动作 看出本在求救 只不过自己现在还拿不出证据 马修林走前留下了一张名片 凯特如果有问题 可以随时去找他 下午凯特再次溜进了阁楼 上次他没有打开门锁 是因为有钥匙断在了里面 凯特用发卡夹出断掉的钥匙以后 成功打开了房门 在房间里闲逛的时候 凯特发现了一枚三头蛇戒指 这仿佛像是某种宗教的图腾 地上的盒子中还放着很多唱片 其中一张写着献祭的碟片 引起了凯特的注意 另一边 维奥莱特到处都找不到凯特 便也来到了阁楼 好在凯特躲在了角落里 才没有被维奥莱特发现 晚上凯特拿着碟片 回到了市区的住处 他想知道 这些碟片中 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内容 伴随着留声记的响起 一阵诡异又黑暗的咒语 从里边传了出来 正当他听得入神的时候 闺蜜突然走了进来 他知道凯特回来了 便约其一起去蹦迪 趁着这个机会 凯特聊起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闺蜜听了他的描述之后 这不就是巫术吗 巫术是一种民间魔法 自己的姑姑 就是这方面的爱好者 他经常到埃吉尔店里采购 凯特对此非常感兴趣 于是就问出了 闺蜜口中的这家店 回来以后 凯特偷偷在本的卧室里 挂了一面镜子 他倒要看看 挂上镜子到底会有什么后果 第二天 凯特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 吴耀莱特怒气冲冲地质问 他为什么要在卧室里挂镜子 凯特表示 自己去过那个房间了 里面全是一些跟巫术有关的东西 他给吴耀莱特两个选择 要么说出真相 要么自己马上离开 吴耀莱特见瞒不过去 便向他说出了一切 90年前 有过叫索普的银行家 和他的家人住在这栋房子里 凯特在照片上看到的 塞歇尔妈妈和贾斯菲爸爸 是索普一家的仆人 只不过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 这对黑人夫妇 其实都是巫师 两人在当时的南方流派中 名气很大 但是索普却只把他们 当做庸人 剥削辱骂他们 直到有一天 家里出了一件大事 那天是银行家纪念日 当地有头有脸的人 都来索普家庆祝 当时大家玩得太尽兴了 直到聚会结束 才发现索普家的两个孩子不见了 他们四处寻找 最终在黑人夫妻的房间中 找到了他们 但让众人不敢相信的是 这对黑人夫妻 居然在教孩子们学习巫术 人们一怒之下 将两夫妻掉在树上 活活烧死了 后来索普的银行破产 他在打死妻子之后 就举枪自杀了 有人说 这是黑人夫妻的鬼魂 回来复仇了 不过那两个孩子 却活了几十年 直到1962年 兄妹俩把房子 卖给了乌耀莱特河本 但他们从没有提起过 为什么不在房子里挂镜子 后来乌耀莱特才明白 原来他们能从镜子中 看到那两名庸人 虽然听起来有些迷信 但乌耀莱特却深信不疑 他坚持不挂镜子 就是怕里面的东西 找伤自己 第二天凯特在给本洗澡的时候 不小心迷了眼睛 他拿出一面镜子 开始清理了起来 突然间 他想到了乌耀莱特的话 难道他们真能从镜子里 看到鬼魂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凯特偷偷把镜子对准了本 让他没想到的是 本居然真的像看到了什么一样 开始变得狂躁不安 凯特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他安抚下来 看来乌耀莱特所言 并不全是迷信 下午 凯特来到闺蜜 说过的那家 店里面卖的都是一些乌术用品 凯特对一种砖粉非常感兴趣 只要将砖粉撒成一条直线 那些想要加害他的人 就绝对过不去 凯特表示 这种剂量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人们心里的迷信吧 如果有人相信自己的病 是乌术所知 那么也一定会相信 乌术能把病治好 因为这本来就是心理作用 店老板明白了他的意思 便给其拿了几包药 希望他可以药到病除 晚上 趁着我要来他打盹的空档 凯特便开始了自己的仪式 他来到本的房间 表示自己所做的事情 会让他好过一些 本看着凯特的样子 眼睛里浸满了泪水 凯特一边将满了的药水 敷在本的脸上 嘴里一边念着咒语 大概就是说 你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心理作用 你其实可以开口说话的 不知道是仪式起了作用 还是因为凯特的暗示 本居然真的 从嘴里面挤出了几个字 带我离开这里 正当凯特 想要继续追问的时候 吴耀莱特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凯特表示自己只是在讲睡前故事 然后便偷偷把买来的物品拿了出去 深夜 凯特被一个噩梦惊醒 当他向门外望去的时候 发现吴耀莱特刚从自己的屋子离开 不过当他追出来以后 门外却一个人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 凯特开始收拾行李 他再也不想留在这个鬼地方了 但是望着门外可怜的本 凯特又动了侧隐之心 当初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就没有机会照顾 他不想让本也遭遇这一切 马修来了之后 凯特便让其带自己去见上一个离职的女孩 他想知道对方为什么辞职 两人来到市区找到了那名女孩 女孩表示 那里的原主人卖掉房子后 就中风去世了 现在本也中风了 说不定他们都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为了安全起见 他希望凯特也能早点离开 回去的路上 两人经过一个加油站 当初凯特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发现这里有砖粉 这就说明一家人也相信巫术 两人顺着声音来到了一间破旧的小屋 里边坐着一位披头散发的女人 凯特开门见山 有个叫贾斯菲的人出了一张献祭唱片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听到这个名字的女人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献祭唱片中记录着最强大的咒语 据说贾斯菲发现了她 但还没来得及释放魔法 她就被一个银行家烧死了 魔法也从此失传 凯特询问女人 那个魔法是做什么用的 女人表示她可以让你永生 但每隔一段时间 失数者都要献祭一个人 以此来获得对方的身体和剩余年龄 听到女人这么说 凯特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本现在正一个人在家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马修表示 私自把人带走是违法的 除非你今天晚上能找到证据 回来后的凯特翻找起了自己的箱子 那张唱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她找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都没能找到唱片 她怀疑是维奥莱特偷走了 所以她便将砖粉撒在了门口的地毯下面 如果维奥莱特无法进入 就说明她心里有鬼 完成这一切的凯特 表示自己的房间漏水了 想让维奥莱特进来看一下 但当维奥莱特来到门口之后 却始终无法迈进去 此时两人心里全都明白了 只不过谁都没有说破而已 晚饭的时候 凯特提到了为什么鬼魂要给本下咒 而不是自己呢 自己明明也进了那间屋子 维奥莱特表示 可能是因为你不相信鬼魂吧 只有相信才能看到 两人正聊着 房间中突然发生了断电 趁着维奥莱特去隔壁南蜡烛的空档 凯特在她的汤里加了一些米药 准备迷用维奥莱特后将本带走 而维奥莱特也确实中招了 昏迷之前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符咒和一个粉笔 然后便准备施展巫术 凯特一把就将符咒抢了过来 上面写着两个字庇护 看来这个老巫婆是想用巫术将自己保护起来 她没有理会这些 而是将本带上车子准备离开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大门居然被一条铁链锁上了 凯特连续用车子撞了两次都没能撞开 甚至连车子都被撞抛锚了 此时维奥莱特渐渐苏醒了过来 他拿上了烟枪 开始四处寻找凯特 凯特将本藏在了宫棚里 自己则要想办法出去寻找救援 在大鱼的掩护之下 再加上乌尔莱特老眼昏花 凯特最终成功划着小船离开了 随后搭乘当地居民的车子来到了马修的家 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就在这个时候 马修接到了乌尔莱特的电话 他拿起录音机表示要把证据录下来 就在马修去卧室接电话的空档 凯特发现马修的留声机里 正在播放一首古老的黑人音乐 抽屉里有一个三头蛇戒指 和一把断掉的万能钥匙 还没等凯特反应过来 马修突然从背后立晕了他 当凯特醒过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回到了老房子 此刻凯特才明白 真正的祭品不是本而是自己 不过一事现在还不能开始 他们必须先找到本 如果让他逃出去 走漏风声就不好了 在两人逼问本下落的时候 凯特偶然发现了门口的砖粉 这或许是他唯一的逃生机会 于是他就说出了本的藏身之处 趁着乌尔莱特去攻棚的空档 凯特一头冲进卧室 门口有砖粉 马修根本无法进来 紧接着凯特打碎窗户 从屋子里逃了出来 他爬上二楼 用自己买了的砖粉 封住了每一个入口 不过他还是晚了一步 乌尔莱特从一间房门冲出来 跟他扭打在了一起 但乌尔莱特毕竟上了年纪 最终还是被凯特 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难得有了短暂的喘息 凯特急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但时间紧迫 他只能将自己的地址 告诉了警方 随后他又给闺蜜打去电话 表示自己遇到了危险 但还没来得及细说 电话就断线了 原来是乌尔莱特爬上来 掐断了电话线 无路可退的凯特 只能爬上了阁楼 但里面的一幕却让他震惊了 阁楼中居然用蜡烛和镜子 摆出了一个法针 凯特急忙从口袋里 掏出庇护符咒 然后根据上面的指示 画了一个保护针 这时候乌尔莱特也出现在门口 凯特想他大喊 你或许忘了 那个符咒是谁给你的 你所画下的那个阵 不是为了保护你 而是防止你逃跑的 这时候凯特才意识到 自己上当了 他居然亲手将自己困在了原地 乌尔莱特告诉他 我们一直都在等你 相信这一切 如果你不信 那么仪式就无法成功 另一边 马修将一线级唱片 放在留声机上 他们的仪式开始了 只见乌尔莱特站在镜子后面 一步步向凯特靠近 而凯特也看到了 镜子中出现的鬼魂 伴随着镜子砸在他身上 周围的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没过多久 凯特从昏迷中苏醒 他来到维奥莱特身边 拿起一根烟抽了起来 马修走过来说了一句 塞希尔 你感觉怎么样 凯特说了一句 我很好 假自飞 原来这两人 就是90年前的黑人夫妇 其实当年的那场大火之前 黑人夫妇并不是 教那对兄妹学习巫术 而是进行献计 身体调换 他们正是依靠这种献计 来维持着所谓的永生 眼前的马修也不是真正的马修 他只不过先一步完成了献计而已 真正马修的灵魂 早就被囚禁在了本的身体里 怪不得本想要逃出这里 他之所以中风 也是因为巫术 中风就是被施加巫术后的表现 一切真相大白 此刻被困在 乌尔莱特身体里的凯特 痛苦不堪 他想做些什么 只可惜身体中风无法说话 不久警察和闺蜜赶到现场 凯特随即谎称 昨晚乌尔莱特摔了一脚 自己因为紧张才打电话报警 警察和闺蜜面对这番说辞 并没有过多怀疑 影片最后 本跟凯特被带上了救护车 两人相互看向彼此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片名《万能要事》 是一部上映于2005年的 悬疑惊悚电影 前半段有些冗长乏味 不过却是为了结局的反转 而必要的编排与铺垫 片中的恐怖气氛 营造得非常到位 让人细思极恐 称得上是经典的悬疑大骗